同理啊 我花二十四块钱 我点俩的一半只了 因为它上边挂了一层户呢 显得个儿大 看那会不会说真假厨子说 你们万人血疏的 华莱士火箭套餐一百一九十六 逼得起来的裙子 你看这条玩儿的 奢华套餐炒一板 来 你好 你好 来 帮我点一下餐吧 我能把所有单品的吃的点一遍吗 所有餐品 对 比汉堡一样一个 可以 你可以撒满点 那那我这撒满点吧 全点吧 一百九十六 就是有几个小吃咱们没点 来是加萌的还是 这是直营的 萌的 直营的 这种点餐的方式 有没有觉得好嚣张 全餐炒一板 紫薯豌豆派 七块钱 有两个 酥酥的 粘粘的 里边那个豌豆 其实也吃不出来了 吃还行 香芋 递娃娃 七个姐俩 外边皮酥酥的 然后里边粘粘的 香香甜甜 挺好吃的 上销鸡块 7块钱 5块 这个有点凉了 而且不酥 口外就像活地肠 辣翅 8块钱 两个啊 一吃中一吃根 说说味道和开工菜非常香 几乎就说一模一样 它这个鸡肉啊 有点贪淡了 外边这个酥皮呢 没有开工菜的酥 这饮料咋样啊 每年大的味儿 飞碟牛肉酥 7块钱啊 外皮酥酥的 里边那肉饼啊 这个酥酥酥酥酥酥 牛肉味儿还挺臭 你别把它选上 除了MM那个牛肉饼 好比叫什么 一块牛肉午餐上 汉堡盲盒摸了哪个 吃哪个啊 鲜虾饱12块钱 就是虾肉弄个大饼 然后外边挂着壶炸的 里边还盖了一坨生菜 它这汉堡其实挺好吃 还可以 盲盒这是什么啊 半烧饱11块钱 这好咸 牛肉饼拿着二凉的腌料腌 是炸是烤的 不太好吃 这是什么 香辣鸡腿饱 或者是香鸡饱 11块钱 一样啊 他们家这就是鸡肉腌得 特别的嫩 鸡肉外边挂着这层货 太厚 这大也多酷 牛肉饱11块钱 牛肉饼很香 特别香 很浓的有牛肉香味 口感Q是它软嫩 但你别想它是一块驰肉的肉饼 它就是一块牛肉午餐肉 这个形容可能比较对 雪鱼饱11 这个雪鱼的这个就不好吃了 虽然里边真的有鱼啊 但是外边挂的那个糊特别厚 你的糊呢 外边浇的里边软 然后里边的鱼也是软软的 吃不出来什么鱼的味 完全是那个面糊的味 这个不好吃 6个汉堡吃完了 你觉得哪个值得一点呀 鸡肉的那个 如果这个跟那个开蜂菜的麦娜 选你先哪一个 开蜂菜 它里边所有汉堡 统一的问题就是 这肉外边挂着这糊特别厚 是不是以眼带肉少的真相 一是影响了口感 二是它掩盖了肉少的缺陷 11块钱12块钱你还没敢吃什么 但其实也没差太多 大家记得饱也就11块钱 现在20多 好吧 你没吃过吧 这个没吃过 没吃过就开FC了吧 墨西哥鸡肉卷还是泰国鸡肉卷 11块钱 我不知道这是墨西哥的还是泰国的 尝一口吧 就是炸鸡给了点番茄沙丝 再点点辣味 比如说鸡肉卷不难吃 再来另一边看看 那个是炸鸡 这里边是烤的鸡肉 我觉得味道上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刚才那是炸的鸡肉 这个是烤的那个鸡肉 在里边给它酱给它配菜 味道完全一样 汉堡和鸡肉脚同比 我选鸡肉卷 先来这半只的这个吧 错一瓶是半只鸡 12块钱 真的是半只鸡 鸡翅鸡腿鸡胸都在 鸡肉不是特别的入味 但是口感还是不错的 鸡肉比较嫩真的 比较嫩 我觉得鸡肉啊 它也就给了点咸淡烤 没有什么唾熟的其他味道 12块钱半只鸡 这个价钱可真是说得过去 烤鸡是整只的24块钱 这个鸡比这鸡大 咸淡烤 皮已经烤得很干了 吃的还可以 BBQ烤鸡整只24块钱 我们一起拉鸡 就是它 这就是那二十凉 这个没有那个蜜汁的烤鸡好吃 但是啊 就这24块钱还可以 还可以 同比啊 我花24块钱 我点俩的一半只了 因为这事儿 要么挂着一层糊弄 显得更大 你觉得你喜欢哪个 可以不选吗 不选 总结一下怎么说呢 像这种快餐店的益水 都是半成品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炸和烤 这两个方法 但是呢 他们家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 对得起这个价格 在这个餐饮市场 它是会有一期之力的 至于喷射不喷射 那些明天再说 就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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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最后一件这些 快乐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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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